这是我们这边竹东市场的正入口 那竹东是我们的整个 全台四大的一个模范市场之一 所以说你会发现到说 这边非常多的新鲜的一个蔬果 所以我们客家的一个习惯是 每天都在这边买菜 那我想说我住了那么久的一个饮食文化 那么久一个旅行 透过这一次的一个经验子 在家里面好好的跟家人相处 好好的把自己家的饮食文化 跟我过去世界的饮食文化 把它做一个连结跟做一个串联 豆腐摊对我来讲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它是我的老龄鸡的家族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然后里面有特别讲过 在京都吃到了一片豆皮 那个豆皮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的故事 现在的豆皮你要吃到那种新鲜手做的太难得了 所以我吃到的时候 整个人吃到第一瞬间眼泪差点崩溃 就是他们家的 虽然很多人常会开我玩笑说 你是客家一哥 现在应该台湾没几个人比你懂客家文化了吧 那我自己确实很努力的花了一二十年在研究客家文化 可是永远不敢讲自己这一哥 是因为太多东西要学习了 连这一点就是吃我这一趟回来以后 除了从妈妈的身上再学习 再到食材去看 再去做变化的时候 我发现哇这真的是博大精神 客家人有一个客家味蕾的一个灵魂 是绝对绝对不能少 而且是台湾客家独有的客家的这个油葱书 那这也是我妈妈她自己手做的 所以我就把这个客家油葱 再加上蜜店的花椒油 再加上客家的香煎豆油薄 做了一碗小拌面 结果没有想到 哇家里面每个人敬为天人 也因为这样子我才发现到说 我自己很多从妈妈从家里面 学习美食的一个经验 跟过去这二十年来 在研究饮食文化的东西 以前都觉得是分开单一再学 经过了这一趟 很多东西是互搭 才发现到说 他把我过去单一学习的单条线 突然间变成混合起来 有一年我去了贵州 吃到了贵州的一道菜 我觉得太神奇了 因为我看到他的第一眼 那明明就是我妈妈炒的客家炒酸菜 客家炒咸菜嘛 吃起来口味也是一模一样 可是上面竟然多了什么 他们炒了这个叫做元宵 也就是大汤圆 里面一咬下去不得了 竟然有芝麻馅 芝麻馅那个甜一流出来 酸菜的咸香辣 碰到了这个甜 这个是一个很冲击的味道 但是它就是好吃 这一趟的一个武汉肺炎 大家开始发现到说 我要什么 我的生活的目的在哪里 我的生活的品质在哪里 我究竟需要些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段期间给大家 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议题 在做一个思考 那回归到旅游上 过去这些年的旅游 虽然台湾已经是成熟市场 一直在改变 已经变成是很多主题式的一个市场 但是还是会有很多说 这个点我大概三年后再去 五年后再去 我先怎么样 或者是先找便宜的评价的 可是我觉得这一趟会打破 这个的思考逻辑 很有可能 等到这一波过去以后 我们的旅游业开始要做的是 更克制跟主题性的一个东西 因为我不知道 明年还会不会有另外一个疫情出现 没有人知道 你不敢担保了 而且现在会害怕了 就会觉得说 那与其这样的话 倒不如好 这件事情我值得去做 我赶快去先把它做完 所以等到武汉疫情一过 我觉得我们的生活方方面面 都会有时候改变 而这个改变 不一定是不好的